美国有没有烂尾楼呢 美国其实也有烂尾楼的 但是跟中国的烂尾楼性质完全不一样 那么讲讲烂尾楼是指 如果建筑工程由于工程贷款不能到位 或者建筑商卷款逃走 或者法律诉讼等其他原因 而不能完工造成烂尾 那这样烂尾楼在美国肯定也是有的 比如说曾经计划建成 美国第一高楼的芝加哥坚塔 因为经济危机资金锻炼而烂尾 那美国在建设一个工程的时候 需要先向美国银行申请一定数额的工程贷款 那在建完楼时候才会去收购房者的全款 也就是说 即使美国房称烂尾楼 美国烂尾楼的损失是由建筑商和银行承担 购房者最多最多收到1%左右的定金损失 而中国允许在房子建成前先把房子卖出去 所以中国的烂尾楼呢 一般发生在建商收到100%购房款后开始建房的阶段 买房者虽然没有收到房子 但还得继续付房贷 购房者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说美国的烂尾楼的受害者 跟中国并不一样 一边是建商和银行 一边是普通购房者 了解更多美国房产信息 或者有买房买房需求 请关注Magazie 我们下期再见